用寶特紗做基底 以塗鴉插畫設計的潮流服飾 不只流行前衛 更傳達環保有序概念 大稻埕在地設計師黃秀錦 過去就曾以就衣服回收改造 這次搭配大稻埕秋貨季活動 特別選用環保材質 作為設計理念 大稻埕算落地生根 已經也住在這裡 然後在這裡生活了也三年了 應該是未來的十年都還會在這裡 由大稻埕創意街區發展協會 主辦的秋貨季活動 今年邁入第五屆 去年因為疫情停辦 這次以永續新時尚為主題 透過設計師支持環保沙線 零費運用 公平貿易 並延續傳承大稻埕文化 以歌謠 樂情談唱 向逸杰廖天丁及國寶大師楊秀卿致敬 現在我們世界在講永續環保的這個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這邊的消費的行為形態 可以把永續經營概念 所以這次的秋貨季就加上了這個 永續新時尚的概念進來 大稻埕秋貨季結合時裝走秀和藝文表演 11月13號在永樂廣場盛大展開 主辦單位歡迎民眾共襄盛舉 一起來感受大稻埕的文化魅力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道 有請問民眾共襄盛大廣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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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